各位旅行者们,大家好啦 在威斯测试服中 小草神不负重望的终于是大家强了一波 不仅升级成了独立附着 打招的buff也是全部提升 可以说在骑神之中也是有走响的不错的强度了 但就在刚刚,草神又迎来了一次大削弱 原本草神威斯版本各项数据和外观都非常不错的 大家的呼声也都是赶紧封包实际就行了 策划在这个节骨眼上却突然调整了待机动画以及实战中的表情 这条消息也是迅速引起了玩家们的争议 像是什么,策划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小草神使时机削弱,再次倒流 原来草神威斯的强度是这么来的呀 等等留言是曾出不穷 可见大家对于这次改动是十分不满的 就例如待机动作中,原本草神是微笑着的 结果直接删除了迷眼笑,换成了一个无表情的那西打 特别是在实战中,草神的俏皮表情也调整了很大 至于调整的原因,可能是因为草神太偏向于幼女了吧 不太符合人设,毕竟草神的岁数可是有500岁了 当然也有可能是魏斯可利走路动作被改的原因吧 原神罗莉在欧美节奏挺多的 那么大家对于这次小草神的改动有何高见吗 不妨留言交流一下吧